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然说是海外媒体报道 露出社引印的海外媒体报道的 就是说五个台湾媒体的话 与中国国台办签约 这个所谓的圈业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的话 有一种新闻的话 相信大家很熟悉 就是说有偿新闻 就是说把那种企业的那种文宣 企业的那种宣传的新闻的话 包装成为那种新闻 在媒体上面发表 然后说就收取它的版面费 收取它的那种各种的红包 没想到在台湾的话 这种新闻的话 也可以大情其道 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都感觉就是愤怒 愤怒的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台湾 作为中华民国 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享受言论自由的话 为什么 反而是这种言论自由的话 可以让这种言论自由 可以打压这种言论自由 就是说打着言论自由的反制 然后说一手说着言论自由 一手就拿着中国的人民币 然后就可以打压这种台湾的言论自由 然后第二点的话 还想请问一下 就说这种新闻消息出来 而且不是台湾本土的媒体披露出来 而且是海外的媒体 就露出社披露出来 而且这种行为的话 已经是说影响了 或者是说应该说是侵犯了这种台湾的这种国安法 是其他的一些法律的话 在这种基础上面的话 就台湾政府的话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后续处理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路尔会的一个发言 就是说如果说有违反法律之音 他们就可能会做出严肃的处理 但是说这种发言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 就是说自从台湾就去戒言以来 然后说言论自由以来的话 甚至是特别是马英九上台以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况 在台湾发生 比如说就是说在101的 然后在总统府 然后在西门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士就举着五星红旗 去那边去争取他们的自由 而且他们可以打人 可以暴力的冲击人家 现在既然这样子的一种新闻出来以后 就是说路途社已经有严正的报道以后 我们想说台湾的话应该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处理 特别是在面临台湾这种总统选举的时候 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台湾的话应该第一 对于这种新闻报道的话 我们第一的话应该就是说要去查证一下 这个报道的是不是真实性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 他说的国台办 以及他的下属机关的话 给予台湾的某些媒体的话 那些把命费什么的 多少多少钱的话 那些金额的话都是立的很详细的 为什么这样子的话就不可以查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 就是说中国趁着台湾的话是无所不应激起 然后台湾的这些统战的媒体 这些揽红的媒体的话 他们一直都说 他们是在兴奋言论自由啊 兴奋什么样 言论自由的一些 我一直都说言论自由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真心的信仰中华民国 或者是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仰共产主义的话 你说什么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这是你确实的言论自由 但是如果说你这种言论自由的话 你是说一手信仰中华民国 一手要拿着中国共产党的钱的话 去打压中华民国的这种言论自由 这种可能就是说 不是营兰自由的问题 而是国安的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说这么多的话 我真的是看了这个新闻的话 有一点感慨 然后也有点愤怒 所以说我想中华民国政府的话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的话 口口声声爱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你们应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不起 感谢大家